- 辛苦了,很不好意思,因為這麼晚,讓大家生活造成這麼大的不便 剛剛我也先到現場去了解整個情況 我們馬上現在即刻再聯繫,因為已經入夜 先讓大家能夠入住,安置好 所以我們已經也派相關的接駁車來,我們趕快聯絡相關的旅館 第二,我知道大家有很多隨身的物品,重要的物品還留在家裡 出來的時候比較倉促,很想要回到現場去,是不是可以把它拿回來 去現場看,狀況真的是蠻危險的 因為房子不只是傾斜,還一直往下線 現在大概已經往下沉了將近一層 所以我們已經擴大整個疏散的範圍 所以很抱歉,目前現階段還沒有辦法讓大家回到家裡面去拿東西 但是我們一定盡可能的把現場的狀況穩定 確定沒有問題,我們會馬上通知各位 如果有需要,可以回去 趕快取相關重要的物品、藥物等等 第三,我們現在緊急的做法也跟大家報告 我們已經即刻的調度 包括相關的水車、灌漿車來 我們馬上即刻的灌漿 先把整個狀況做平衡 我們不希望讓建物再持續的傾斜或是下沉 以為這個節目 我們很喜歡這次的情況 請問Avika